产品操作教程 电缆故障测距仪 功能介绍 电缆故障测距仪主要具有测距功能 仪器通过测试出的波形,进行分析,得出粗测距离 里面包含两种模式,低压脉冲模式和高压闪落模式 低压脉冲模式下,可以测电缆长度距离、电缆段路距离及电缆短路故障点距离 高压闪落模式下,可以测低组故障和泄露性高组故障距离 注意事项,本仪器不能测试担心不带凯装电缆 附件介绍 电缆故障测距仪测试主机一台,取样核一个,双Q线一个,当Q线一个,红黑夹子 电缆故障测距仪的界面介绍 显示,12寸针彩工业级触摸显示屏 屏显按钮,打开或关闭工业电脑工作电源 工作指示灯,当下位机正常时灯亮,接地柱,测试现场接安全地线 电量指示灯,指示内部电池电量 Q9座,测试波形输入端 USB接口,可外接无线网卡及USB通信 保险座,安装保险管,保护设备安全性 电源插座,插入AC220V接口 电源开关,开关按钮按到AC位,使用AC220V电源为系统供电 开关按钮按钮按钮,按到DC位,使用内部电池为系统供电 开关按钮按到DC位,插上AC220V电源,是给电池充电 开机状态下的电缆故障测试仪将强制关机 为了防止电脑系统崩溃,请关闭电缆故障测试以后再进行充电 开关按钮按到0位,断开电源 位移,当采集波形时调节位移旋钮,改变所采集到波形的基线高低 阵幅,当采集波形时调节阵幅旋钮,改变所采集到波形的扶植大小 自检,按此可以复为下危机 禁定这个錄设计座,使领域 我们所得到タマre前提予的 handy 为了不考 tapi我的造想 供电缆故障流 将来驭ower拍宝于送 Contologia